大家好,我是百桥 学艺经首先要学的必定是阴阳五行 但什么是阴阳五行呢? 五行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金木水火土 但是阴阳又是什么呢? 阴阳看着特别简单 其实里面涉及的知识点是非常复杂的 不过初学我们只需要大概了解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在以后我们对艺经了解越来越深入的时候 才会反过来 真正的去感悟这个最基础最简单的知识 到底是怎么用的 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初学者呢 不要学太简单的东西 我们要学就学一些别人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东西 好,那这个阴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阴一阳为之道 简单的给它概括一下 阴阳就是把宇宙万物分成了阴和阳的属性 举个例子,男人是阳,女人是阴 那么这个呢就是阴阳在性别中的一个分类 白天是阳,晚上呢就是阴 这个是从时间上面跨分的阴阳 我们看一下阴阳还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分类 如果说光明属阳的话,那么黑暗就属阴 如果炎热属阳的话,寒冷就属阴 外表是阳的话,内在就是阴 运动是阳的话,安静的就是阴 左边是属阳的话,右边就属阴了 点赞是阳的话,那不点赞就属阴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是不是很好理解 所以阴阳的第一个特点呢,是两个属性相对立的东西 有阳就一定会有阴,有男人就一定会有女人,是不是 有善才会有下,有好人自然也就有快人 因为快人是相对于好人而言的 这个就是万事万物它存在的一个基本特点 男人是阳,女人是阴,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图 春丽啊,它是属阴呢?还是属阳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小震态 是阳呢?还是阴呢?是不是就有一些争议了 我们刚才讲过阴阳的一个特点 作为阴阳的东西啊,它一定就是在一个对立面上面的 也就是有阴,才会有阳 小震态和猛蓝比,它是阴 和小萝莉比呢,它又是阳 那小震态和春丽比,谁是阴,谁是阳呢? 这个时候我们参考的是什么 小震态与小萝莉比,我们参考的是性别 所以说震态是阳,萝莉呢是阴 小萝莉和女汉子比呢,小萝莉是阴,女汉子呢是阳 从性格上参考的是强和弱 因为女汉子力量强啊,毫无悬念的 但是到了小震态和女汉子呢,参考的条件变成了什么? 从力量上是女汉子为阳,从性别上呢小震态为阳 那我们怎么界定这一对阴阳啊? 此时要界定阴阳,是不是要有一个参考物呢? 假如春丽跟小震态结婚了,我们知道春丽是一个武术家 拳脚功夫一流,打起架来一般的猛男都不是她的对手 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女人充满的羊肝之性啊? 比男人还要男人对吧? 但是呢,小震态下班后回到家 发现春丽这个老婆已经做好了一桌子的好菜 等着自己回家享用 吃完饭洗完餐具,春丽呢又唯一在小震态的怀抱里 看着电视连续剧,乖的跟个小猫似的 是不是又有她阴犹的一方面呢? 这个也是阴阳的另外一个特点 阴阳啊,必定是对立而且制约的 独立又相互依存的一个性质 我们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发现 阴阳啊,它是同时存在的 阴阳它并不是简单的二分法 也不是零或者一 非好即快并不是阴阳 阴阳既是独立的,它又是并存的 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我们再想想阴阳还有什么特点呢? 五行里面哪个是阳,哪个是阴呢? 刚刚说过,上是阳,下呢就是阴 热是阳,冷是阴 那五行是金水木口土 我们看火焰,它是不是总是往上创 树木呢,是不是总是往上涨 木口呢,总是能给人温暖的感觉,对不对? 那金水呢,金属是不是都是埋藏在地底下 水是不是总是往低处流啊? 而且金和水都会给人一种寒冷的感觉啊,对不对? 所以木口是阳,金水呢是阴的 五行是从阴阳演化过来的 所以我们能从五行上面更深入的了解阴阳 好,刚刚说了,木口为阳,金水为阴 那木口是不是代表春夏呀? 而金水呢代表秋冬 冬至过去之后啊,大地开始溃暖 而夏至过去之后呢,大地寒意渐深 脾气泰来物极必反 春夏秋冬是不是四季交替啊? 所以阴阳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阴阳转况 在一定的条件下呢,阴阳它会往自己的对立面转变 阴阳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没有之一 其实整一部《易经》讲的就是阴阳 了解了阴阳让我们扩阳开朗 当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啊,我们不用气垒 因为蹲下来是为了跳得更高 而当我们在高位的时候就要处处小心谨慎了 因为从高处摔下来会更疼 这些啊都是阴阳的一些特性 你了解了阴阳也就能理解一些人 为什么他们性格相仿 可能会有新的感悟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五行是什么吧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还有人不知道五行的相生相克吗? 可能真的有人不知道啊 但是不要笑,我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就是弄不清楚五行的相生相克 上一节课我讲过了阴阳 知道水是阴的,火是阳的 其实五行啊就是从阴阳太极眼变过来的 看看这一个太极图 阴气慢慢上升,转变,阳气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就是少阳之气,就是年轻的阳气啊 当阳气慢慢增加,阳气最盛的时候呢就是太阳 太就是最的意思,阳达到了顶峰 又会慢慢的往阴转化 此时阴气比较弱,所以叫做少阴,也就是年轻的阴气 那阴气慢慢积累呢,到达阴气最盛的时候就是太阴了 这个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过程 这个四象是什么呢? 四象就是金水和木火 你可以理解成春夏秋冬,或者上下左右 但上下左右呢必须要有一个参考物 这个参考物啊,它就是中 春夏秋冬呢,则是以地球为中心 所以土啊,在中央 就是五行之气,集结的地方 中国古哲学呢,是以人为本的哲学 也就是我的这一个概念啊 于是四象加上我的这一个太极点呢,就成了五行 而差好是五个点,才能形成顺位相生,隔位相克 连续不重复的一个稳定关系 也就是太极中的变化的一个特点 好,五行相生的关系啊,是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所以我们说金木水火土的时候呢,五行的顺序是打乱的 正确的顺序应该是木,火,土,金,水 隔调是不是一下子就高了 五行相生的关系啊,水生木,这个很好理解啊 植物都需要水来资源才能成长 那木生火呢,木生火,木可以用来养烧也很好理解 那火生土呢,火生土就指这个东西氧气用尽了 成归成,土归土 比如森林经过一场大火都烧成了盔 这些枯木啊,就慢慢的变成了土氧 那土生金呢,大地经过漫长的地质活动 土氧是不是就变成了石头或者矿物 矿物呢,是由金来代表 金生水呢,要怎么理解呢 你可以理解成金融化了变成了液体 也可以理解成空气中的水,预冷,形成了水滴 比如你对着镜子嗨一口气,它就会变成水雾了 或者从大的气象学来讲呢 水受热蒸发,变成水蒸气 那水气多了就变成云 云遇到冷空气呢,就下雨变成了水 这个冷空气啊,就是金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不太形象 古人科技又不发达,怎么知道这一些呢 我还真的找到过一个很形象的自然规律 河流我们都见过,是不是 大河流就是一条条小河窥聚而成的 小河流的源头呢,是一条条的小溪 那小溪的源头呢 有一种户外徒步运动呢,叫做树溪 简单的说呢,就是追溯溪流的源头的意思 第一次听的时候啊,觉得很有意思 当时就去参加了 去到那个宽山野岭的溪流里面啊 一路逆着溪流在水中徒步 发现越往里面走,那个石头就越大 凡是冷的东西,硬的东西都可以用金来类像 所以这一个石头啊,是不是可以用金来代表 走到一半的时候啊,发现溪流两边都是那种石头的悬崖 这个有意思啊,难道这就是金生水? 其中一处地方啊,水就是从那些石头的缝隙里面流出来的 其实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水在泥土里面是一直往下渗的,对不对? 如果水不能跑出来,就会一直渗到地底下 直到遇到岩层,渗不出去了 就会顺着岩层的缝隙给流出来 变成这种小溪流的源头 我认为这个就是金生水的一种这样的现象 五行是一个归类,是一个概括 其实学易经啊,不用太过石板 没必要非得找一个理由说金怎么变成水呢? 但五行它作为一个类像 总是能找到对应的东西 当我们用五行的思维去看待身边的事物的时候啊 就会发现五行的智慧 那五行的本质它是什么呢? 五行的本质这个金并不是指金属 水呢也不是指这种流动的液体 木呢也不一定是指木头或者植物 五行的本质是五种不同性质的气 五行之气啊在宇宙中相互作用 它是一个根本属性 世界万物它除了有阴阳的属性之外呢 它还具备了五行的属性 以木口土金水来定义这五种气呢 是因为这个从性质上面来讲是最接近的 但是如果我们观说这个虚无缥缈的气的话 那大家会觉得没有概念 所以古人啊就想到了用自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来做比喻 但是这个呢只是帮助大家理解的一个方法 因为义学它更像是一种哲学 它不像科学有这个公式啊或者有一个可以量化的东西 所以学义学要有悟性 这个悟性是什么呢 就是要不懂转懂 懂得没有啊懂得懂得 是不是啊 然后慢慢你就真的懂了吧 学义学啊一定不能学的太痛苦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难 让你很头疼 那你就先不要管它给它跳过去忽略过去 然后你过段时间再来看看你就明白了 当然该研究的地方还是要研究啊 我们继续讲这个五行深刻 那金刻木木刻土 土刻水水刻火 火呢刻金 金刻木金属砍木头 那木刻土呢植物从土壤里面生长 土刻水呢水来土焉嘛 水刻火呢水可以灭火 火刻金呢火可以把金属给融化 树木长大了是不是可以砍下 用什么砍用斧头砍对不对 斧头是不是金啊 所以金刻木 现在是不是推广这个退干狂林啊 防止水土流失 因为树木的根系发达 可以制约这个土 所以木刻土 土刻水 谷雨有云啊水来土焉 冰来降挡 放红水的时候是不是用沙包去挡 这个沙包是什么 是不是土刻水 是不是也是一种规范和制约 那火灾的时候 消贩员是不是用水来灭火 所以水刻火 一块金属 你想让它变成一把宝剑 是不是要在炉子里面加热锻灶啊 所以相克呢 是不是一种制约的作用 但是啊 在制约别人的同时 自己呢 也会损失一部分的力量 斧头砍树砍多了 斧头是不是也会变炖角啊 水刻火的时候呢 水是不是也会消耗自己的一部分 所以在相克的时候啊 刻番呢也会损耗自己的力量 水生木 对于木来讲 吸收了水 是不是成长了 那这个水的能量转化到了木的上面 水是不是变少了 对于水来说 是不是也耗泄掉了自己的一部分能量呢 水生活也是一样 对于火来说 火烧的越旺 那木头呢消耗的就越快了 五行相克 有一个五行被生了 就有一个五行被耗掉了 于是五行的几个作用关系啊 一个是生我的 一个是业我的 一个克我的 一个我克的 五行的生克大概先了解到这里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五行的生克 但是这个五行生克 它到底有什么用啊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真正的这个核心啊 刚才我们讲过了 这个五行 它实际上是五种最原始的气 所以呢 只要你了解五行的根本含义 你就能把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全部都给它用五行来定义下来 知道这个东西的五行到底是什么呢 你就可以找出 跟它的相生相克 我们先总结一下五行的特性 金啊是代表凝固 收缩坚硬 木呢代表生长 孕育和生发 水啊代表流动 具有循环和周流的意思 火呢代表发散 发光发热和扩散的意思 土啊代表了融合 是接纳和承载 这个表示五行在周一传统文化里常用的行义 这个不需要背下来啊 你了解了五行的行义之后 自然就会慢慢记住的 比如五行的颜色 木是绿色 火是红色 土是黄色 这些都很好理解 但金为什么是白色 不是金色呢 其实白色 是大部分的金属 它抛光之后的颜色 或者可以用雪来理解 雪是白色的 是的 金也可以代表雪或者冰 有人要问了 冰雪不是水吗 为什么是金呢 我们回想一下 金有什么特性 有凝固的特性 是不是 还有金有速杀之性 冰雪是不是可以冻死人呢 这个时候冰雪可以用金来表示 从冰雪融化 生成水的这一个过程来讲呢 其实也是可以代表金生水的 水为什么是黑色呢 水不是应该是蓝色吗 你用蓝色来表示水呢 也没有毛病啊 其实水啊 它是没有颜色的 但是水在五行里面代表黑暗 代表深渊 没有了光 就是黑色 所以北方又叫玄武 玄武就是黑的意思 有没有发现 用五行来表达一样东西的时候啊 其实是很灵活的 五行的属性呢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某一种属性特别明显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五行 来界定这个物体 以石头为例吧 有人觉得石头是属土 有人觉得石头是属金 其实两个都没有毛病 当你看到一大片乱石堆的时候 这个石头就有了像土一样的 成载的属性了 当我们被一块石头砸到的时候啊 这个坚硬的石头就有了 伤害性 此时又代表金了 记住啊 学习周一啊 一定不能死板 要灵活要好玩 接下来我带大家 用大自然中的现象去理解和记忆五行 东方属木 那太阳从东方升起 代表春天万物复苏 生命开始繁衍 在一天中呢 又代表太阳准备升起的时候 南方属果 是一天最热的时候 也代表夏天 西方属金 太阳开始下山了 气温也开始下降了 代表秋天 北方属水代表黑暗 也代表一天中最冷的时候 代表冬天 好玩的来了 接下来说一下五行 是怎么应用到生活当中的 看视频的小伙伴可能吃货比较多 我们从五味开始 木为什么是酸的 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呢 一切都从大自然中寻找 不成熟的水果就很酸 对不对 火呢为什么是苦的呢 炒菜炒焦了是不是就很苦啊 土为什么是干的呢 这水果熟透了 掉到地上了 熟透的水果是不是就很甘甜 金为什么是新的呢 金主树沙对不对 辛辣的东西吃起来 是不是就很刺激啊 有没有像很多针扎到嘴巴里面一样 那水为什么是咸的呢 地球70%都是海洋 那海水它是不是就是咸的 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五行 是不是就很简单呢 好 如果炒菜的时候放盐放多了 我们会怎么办 炒菜有经验的师兄可能会说了 放点糖 确实啊太咸的话放点糖 吃起来呢就没有那么咸了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咸是属水 那甜呢是属土 土可以磕水 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有一些师兄呢很聪明啊 会举于反山了 是不是也可以放点醋啊 因为醋是酸的 酸是属木 对吧 木可以卸掉水 也让这个菜没有那么咸的 也有人喜欢饭醋 可以减少这个咸味 对不对 好 新辣属精 像我们广东人呢就不是很能吃辣 有时候我们陪客户吃饭 客户喜欢吃辣的时候呢 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一块吃 对吧 好那我们用五行的原理 可以怎么办呢 新属精 可克精 对吧 那果是苦的 但是别人点了一盘麻辣烫 你总不能加点苦水进去吧 而且也没有苦的调料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点一份青草苦瓜 吃一点麻辣炭 然后吃一点苦瓜 这个时候啊 就没有那么辣了 你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那如果我不喜欢吃苦瓜 那怎么办呢 还是按五行的原理 精生水 水是不是可以卸精啊 用水把精卸了 精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强了 有人试过吃完辣椒 喝白开水 或者茶水 是不是没有用 寒着的时候还好 但是把水吐出来了 嘴里面还是麻辣麻辣的 所以啊 同一个系统的问题 尽量用同一个系统来解决 是味道的问题 还是用味道解决 只是啊 我们可以要一杯盐水 含一口盐水 含个十几秒 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没那么辣了 对不对 非常有意思 那五味呢 是变化多端的 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研究研究 我们再讲讲五字 也就是情绪的问题 其实啊 五字是从五脏引申出来的 干木煮怒 心火呢煮喜 皮土呢煮湿 费精呢煮杯 肾水呢煮孔 怒就是生气 之前说过了 什么煮生发生长 是木对不对 所以木煮怒 发怒的时候啊 是不是很有冲动 要打人要骂人 很有行动力 内心的愤怒想要发泄出来 对不对 这个啊就是木的特性啊 火煮喜 火是不是心脏啊 我们说开心开心 不就是喜吗 开心啊 是藏不住的 巴不得把这个开心传递到全世界 这个发散的光明的特性不正是火吗 土祖师是失念的意思啊 是不是有一句叫做茶饭不思啊 土在五脏是什么 就是脾和胃对不对 是承载和融合食物的地方啊 金主悲悲伤的人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哭哭啼啼的 伤心难过的时候 是不是有种有气无力的感觉 像林黛玉一样 圣的主恐恐惧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我们说一个人恐惧到了极点 是不是会说他被吓尿了 对不对 通过这样的想象结合 我们是不是就很好的去理解五字了 好 阿强爱上了阿珍 天天都患想着跟女神在一起 得了这个相似病啊 这个相似病是不是俗徒啊 如果我是他的兄弟 我是不是想开导他一下 于是我就跟他说 阿珍是个渣女啊 很夸心的不适合你 你们父母呢也不同意的 又是异地恋没有结果的 跟他讲道理啊 跟他理性的分析啊 有没有用啊 可能他还会反驳你对不对 他不是渣女 异地恋可以少见一点面嘛 还可以为他放弃现在的工作 跟他在一起什么的 又或者呢会认同你 但是还是很喜欢对方什么的 为什么没有效果啊 这个开导属于什么 思考是不是还是思啊 用土的方法 只会增加土的力量 对不对 思俗土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五行呢 木刻土 我们可以用鹿对不对 这个鹿不是上他两个耳光啊 我们可以这样跟阿强说 有个事情啊是关于他真的 但是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 算了还是不告诉你了 他肯定要追问啊是不是 什么事啊快告诉我 我说呢算了还是不说了 说了怕你生气 你说你说你快说 我绝对不生气的 你说了不生气的啊 是他闺蜜跟我讲的 说阿增啊其实已经结婚了 他从来不说他有老公 他老公呢经常出差 他空虚寂寞的时候 就带别的男人回家 乱的不得了 还是个勾引他闺蜜的男朋友了 平时那副模样啊都是赚出来的 其实就是一个绿茶 阿强就说了不是吧 他还跟我说他还是个主的 没想到他是个绿茶 如果阿强当相思的时候 你跟他说 想这么多干嘛 我带你出去玩 带着阿强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 你看我让他高兴 那这个喜啊在五行是不是俗口啊 有没有效果呢 阿强他是不是愧想 如果跟我出来一起玩的是阿珍啊 该有多好啊 看见隔壁桌一对小情侣在虐狗 是不是会想自己跟他争你一口我一口 多幸福啊 结果越高兴反而越失恋了 所以一个人在吃的状态啊 真的不要带他出去玩吃力不讨好 我是亲身体验过的 金主背 比如失恋了是背的状态 跟当相思是不一样的 金是不是主收缩凝固啊 一个人背伤的时候 就是无精打产哀声叹气 身体就把这个能量消耗降低到最小 前几天呢 我一个师兄来找我 跟我说他赚了两万块钱 我说恭喜啊师兄 他说高兴不起来 因为老婆带着孩子 跑回娘家了 陷入了中年危机啊 我就想了一下 一本正经的跟他说 师兄 从学术的角度啊 你这个悲伤啊 他是属金的 是笔节半生赚了这两万块钱的属于是 因为是一起学八字的师兄嘛 所以一下子呢 就戳中了他的笑点 笑的不行了 之后跟我讲 好了很多很感谢我 在一个人悲伤的时候呢 逗他开心 是不是就可以起刻悲啊 再比如阿强失恋了 阿珍甩了阿强 阿强很伤心 用五行的力量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 水泄金 恐是不是可以泄掉悲啊 这时候你突然跑过去跟阿强说 听说阿珍得了艾滋病啊 你赶紧去查一下吧 那阿强是不是马上去医院检查 就顾不上这个伤心不伤心了 是不是 不管查出来的结果怎么样都会好一点 对不对 以前读书的时候啊 有一篇课文叫做放进中局 放进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 突然有一年考上了 在收到自己中局的通知之后啊 放进先是不幸 然后转为款喜 然后疯掉了 开始到处的款跑 这个时候别人怎么跟他说都没有任 那个时候有个老人家就说了 找一个他最怕的人嚇唬他一下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你说啊这老百姓他是很自愧的 是不是 犯定最怕的人呢就是他的老战人 那个杀猪的狐夫 虎背熊腰熊毛啊一搓一搓的 老战人把袖子一挽打了他一巴掌 你中了什么举 结果是不是马上就行了 用的是什么办法 是孔对不对 就是水克火了是不是 好那我们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啊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情绪 来思考这个五行之间的关系 现在是不是对五行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啊 原来五行啊除了是一个理论 他还是有一定的实用性的呀 还能应用到生活之中呀 而刚刚说的这些例子呢 他是一个体系里面的 什么叫一个体系里呢 就是情绪上的问题 用情绪来解决效果是最好的 味道上的问题用味道来解决 但是啊不是同一个体系里的 他也有可能有效果 比如说被开水探山了 他不是水的问题 而是温度的问题是不是 直接用凉水冲有没有效果 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还会很疼对不对 一般人啊选择上医院 或者用什么什么药 但是其实啊民间就有一个偏方 可以应急的处理开水探山的问题 用的这个东西呢 每家每户都有 那就是白砂糖 白砂糖是甜的 甜的东西呢它熟土 同时呢白砂糖也是良性的 如果不小心啊被碳伤了 如果碳的不是特别严重 没有烧伤或者破皮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用那个白砂糖 山口上沾一点水 然后倒点白砂糖上去 敷在上面很快啊就不疼了 敷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连红都不见红了 也不留疤也不起水泡 这偏方有效果 很多学医的都不理解 其实啊这就是用了五行的理论 好再讲一个跨界的例子 塞腺炎又叫榨塞 现在很多都打了疫苗就很少见了 以前农村制塞腺炎有一个偏方 就是用墨汁来治疗的 最好是那种臭臭的墨汁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用毛笔 在两塞的位置分别跨一个圈 砸碗一次 一般啊两到三天它就好了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就留给大家回去思考了 好今天的视频呢比较长 能坚持看到这里的师兄们呢 估计是能有一些新的感悟了 这个视频制作不容易啊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写的文案剪辑配图 夸了我很多时间经历 希望师兄们可以长按点赞 给我一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那下一期呢我可以讲天干地支 喜欢周一命理的朋友呢 一定要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百桥 如果说阴阳五行是学医学的第一道门槛 那么天干地支呢 就是医学初学者的一个分水岭 知道了天干地支 算是入了医学的门了 很多人对周一有兴趣 可是一听到这个天干地支啊 就头大 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也会这样 很正常 但是当你慢慢的去了解了 去学 发现这个是很贴近生活的 自然也就很好懂了 我们学习啊 很多时候缺的并不是这一个智慧啊 而是这个心有没有静下来 现代社会太浮躁了 比如刷短视频 刷一个下午不会觉得累 但是你叫他看半个小时的书 他看不来 大学问呢 一般都是很平静的 不可能像短视频那样子 不停的刺激我们的感光 所以我们学习啊 还是要让这个心先静下来 才能做得住 才能学得进去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十天干啊 天干地支呢 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历法 那我们知道啊 中国古代的历法是最先进的 古代历法有阳历 阴历和干支历 叫做三统历 中国是古老的农耕文明 阳历呢 就是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律 来指导农业生产的 其中的二十四节气啊 就是阳历的精华 那阴历呢 是月亮运行的周期 我们现在用的农历 其实并不是阳历 也不是阴历 是阴阳和历 命理学用的是 太阳历的二十四节气中的 十二节与干支历 阴历呢 是月亮的周期 是不用的 要讲天干地支 首先呢要知道干支的由来 中国在上古时期啊 就开始用干支历了 甲骨文里面就有干支历的记载 从串历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 从未错过一天 相传啊 是皇帝手下的大脑士发明的 当然这又是传说 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呢 干支历从西汉开始 一直沿用到今天 两千多年了 没有变过 天干地支反映了古人的时空观 我们现在知道啊 时空是一个概念 一个抽象的东西 古人说的天圆地方啊 不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那样的 如果我们用万文生意的方式去理解古人 以为古人科技不发达 不懂科学 看见天是圆的地支反的 那就太小看古人的智慧了 天圆地方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呢 圆代表的是时间的寻狂 用天干来表示 地呢代表地理方位 用地支来表示 天圆地方啊 代表的真正是时间和空间啊 命理学是通过时间来构建命运规律的 有严格的推演体系 它依托于出生时间 错一点都不行 也正是因为如此啊 学习命理学呢 跟你学习一门语言 或者一门手艺是一样的 是人人都可以掌握的 好 上节课我们讲了五行 金水木口土 那五行呢 并不是五种物质 更不是武财 五行说的不是唯物主义 因为五行啊 它根本就不是物 古人创立五行 用金水木口土来命名 只是为了让人更容易理解 更形象 更直观罢了 五行指什么呢 五行的行是运行的意思 所以五行可以理解为 五种不同的力量 或者能量 支配与运行这一个世界 这五种能量从何而来呢 是阴阳二气跨升而来 从大的阴阳看 金水为阴 木口为阳 从小的阴阳看呢 每个五行 它又可以分出各自的阴阳来 于是就有了阳干和阴干 这个五行再分阴阳啊 就是石天干了 石天干分别是 甲乙木 丙丁火 物及土 庚心经 人鬼水 其中甲丙物跟人呢 为阳干 乙丁几心鬼呢 为阴干 我们看这些字是不是感觉很陌生啊 有好几个字不会读 也不会写对不对 因为啊 这十个字是古人特意发明出来的 有着特定的特殊的行义和地位 你看啊 这十个字 只有个别几个是能跟别的字主词的 而且主词的行义呢 也跟这十天干有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现在就拿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认识他们 初学的时候啊 认不住这些词呢 不要紧 不会读的也不要紧 多听多看呢 这样就懂了 这一个是每一个学艺学的人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中国是古老的农耕文明 所以发明十天干呢 对于农业生产有着指导意义 我们可以用农作物的生长过程 来模拟和描述十天干的一个顺序 我们先来说说甲木 这个甲是十天干里面排行第一的 所以就有了高贵的行义 比如甲天下对吧 就是第一名的意思 当一个种子发芽了 是不是破甲而出啊 这个甲就是种子的外壳 种子发芽 新芽是不是一定往土里面去走啊 往下走对吧 我们看这一个甲字 是不是田字下面穿了一束 描述的正是种子生根发芽的状态 第二个是乙木 这个乙字啊 是不是弯弯曲曲的 是不是这样联想到了植物出生的时候 弯曲生长的一个感觉 第三个是饼火 中国的象形文字啊 很有意思 我们看饼这个字的时候 像不像植物从土里长出来 叶子呢 树长开来了 正在接受阳光的照射 所以饼呢 也有快速生长的意思 同时饼啊 它是火 有阳光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看钉 我们说一个东西很小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一丁点啊 这个小并不是指植物变小了 上节课我们讲五行的时候知道了 红色是属火的 红色的小东西是什么呢 是不是小瓜 这个钉啊 就指这个植物开出了漂亮的瓜来了 准备成熟了 雾土 这个雾呢 可能有些人不会读啊 其实就是物体的物质 形容的是植物长大了长成了 茂盛的意思 就是这个橙子少了一个横沟 茂子呢少了一点草 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雾啊 它是大的意思 极土啊是这个植物结出来的果实 上节课我们讲过人的脾胃是属土的 这个极啊它就是果实啊 是可以吃的东西 我们发现这个极字呢就是自己的极 一个是因为物极土在中央 又是石天干最靠近中间的位置 古人啊讲中庸之道 所以用极来代表自己 那跟这个果实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极字像不像DNA啊 双螺旋结构对吧 就是我们携带着这一个遗传信息 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五行经是不是有坚硬的意思 我们看根这个字啊 读根就是变根 更新的意思 说明果实成熟了 就是坚硬的意思 你看这个大米啊小麦啊 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软软的 慢慢它就变硬了 秋天是收割粮食的季节 用什么来收割呢 用镰刀是吧 新这个字啊就是古代的一种刀 秋天来了 专家成熟了 收割粮食 是不是很累很累啊 所以叫辛苦对不对 人水这个人呢 通的是人 有孕育的意思对不对 总之收割回来 是不是要筛选一些颗粒饱满的 留着明年做种啊 这个就是人的意思 贵啊是石田杠最后一个字 是硅的意思 要收藏起来保存好 等着来年再去种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石田杠 甲乙木是东方 甲木呢是种子发芽 破甲而出 乙木呢是樱木 弯弯曲曲往上长 丙丁火呢在南方 那丙火呢是太阳 那丙火是阳火还是阴火啊 阳火是不是 因为丙是太阳 太阳很大 大的东西呢就属阳对不对啊 那丁火就是阴火了 就是很小的火了 丙是植物长出来叶子 吸收了阳光 丁呢是植物开出小花来了 物极土在中央 物土啊是羊土 指植物长大了 茂盛了 极土啊是小土 是小果实 对吧 因为土啊是脾胃 是可以吃的 耿心筋呢在西方 秋天要收获专家了 对不对啊 耿心是植物的果实变硬了 用心筋去收割 是不是很好理解了 人鬼水啊在北方 水主圣 那圣呢主生植还记得吗 人水呢是孕育 选出合适的种子来 鬼水呢是收藏 宝床和种子来年再种 这样理解石天干是不是就很好记忆了 我们还是要以一个好玩的心态去学习周易 即使现在没有记住 平时我们多听多讲 慢慢的他就记住了 以上是用植物生长的形象去描述石天干 其实石天干真正的意义呢 要比这些丰富复杂很多 比如我们说甲木是参天大树 乙木呢是夸夸草草 甲木呢是羊木 是高大明贵的植物 栋梁之木 乙木呢是荧木 是小的低矮的 能够弯曲生长的小植物 是不是从阴阳的角度去看这个甲木乙木啊 丙丁火 那丙火呢是太阳之火 丁火呢就是灯竹之火了 同样能发出光和热 但是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强一个弱对不对 户籍土 户土呢是城墙土 是高杆是山坡 籍土是不是要柔软一点呢 是不是平整一点的土 那籍土呢它就是田园土 种地的土 根心筋呢 根筋是大型的金属 王铁 飞机啊大炮轮床 是不是大型的金属啊 心筋呢是小的金属 很精致的 像种子一样 是这一个植物的精华 精致的小的金属 是不是就是手势精啊 人鬼水呢 人水是大水 比如长江 黄河是动态的水 鬼水啊它是静态的水 比如小水塘啊小水沟啊 或者是雨露之水 看到这里的时候啊 我们已经隐约看出十天干 隐藏着不同的心性了 我们看十天干的顺序 是由阳到阴的顺序排列的 说明天干之性呢 是有卑尊贵贱之分的 这也是一个阴阳 现代人讲人人平等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人生而不平等 人有富贵贫贱之分 如果没有富贵贱贱之分 那么人人都是老板 人人都是领导 谁给你打工啊 谁给你做下属啊 有奋斗的人 自然有坦平的人 有优秀的人 就会有平庸的人 中庸讲的就是平衡 其实也就是阴阳的意思 十天干呢也是不平等的 就像社会中的人一样 有自己的个性 有不同的等级和能力的差别 从高到低 甲木呢是最高的 第一名是当权者 吉门顿甲的这个甲 就是指甲木又叫直伏 是最高的同龄 而鬼水呢是最后一个地位啊 是最低的 那有人就要问了 那我是不是在甲日出生 就是富贵鬼日出生 就是贫贱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里我们说的贫贱 是以天干的顺序来说的 并不是指甲木就一定好 鬼水呢就一定差 一个八字好不好啊 还是要看组合配置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 好我们来给十天干 带入一些人物性格 来更深入的了解他们 甲木是大领导 是权贵阶层 自带气场 有排面 但是却死要面子的一个人 甲木是十天干的第一位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位置啊 所以所谓高处不胜寒啊 下面有乙木这个妹妹大手大脚的夸钱 又木生活 投资在大明星身上呢 夸了不少的钱 权贵的坤英啊 要讲门当户对 可甲木领导呢 却偏偏爱上这个社会的忠诚吉土 吉土啊 全民是苏唐吉 利用自己的美色 把甲木拿捏的死死的 而他的死对头耿精呢 却在背后上风点火 让民众啊议论纷纷 乙木是甲木的妹妹 是一个知书实理温柔文静 上于交际 做事呢 灵活有手段 又充满了女人味的美女 他爱上了公会主席耿精 并且用自己的手段啊 来缓解大哥甲木和耿精之间的矛盾 苹果呢 是大明星 热情奔放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的人格魅力爆棚 是人们心里的偶像 他出现在哪里 哪里就会有欢呼声 他发现草根阶层的这个新心女孩有着特别的魅力 于是想通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去捧红这一个心情 丁火呢是丙火的妹妹 知书达理小家碧玉 充满了知性美 因为从小哥哥的光芒就太耀眼了 明明很有才夸的他呢 在家里却只能成为睡不起眼的那一个 于是他另辟其境啊 往文学上发展 凭借着他敏锐的洞察力 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啊是直击人心 成为了一个畅销书作家 而他书里面的主角 往往是自我奋斗而成功的典型例子 其原型呢 就是他的老公 人水 悟土呢 是丙火的同胞兄弟 人人都叫他悟老板 那悟土跟丙火不一样 悟土呢是个务实的男人 成熟稳重 阅历丰富 很有亲和力 那悟老板呢 一直忙于事业呢 没有成家 都成钻石狂老五了 直到遇到了鬼水 鬼水啊又叫奶茶妹妹 是个干毕业的大学生 虽然年龄差距很大 但是两人情投意合 很快就走在一起了 吉土妹妹啊 全名是苏唐吉 因为出身卑微 平时不苟言笑 但她有着天似的面容 和魔鬼的身材 即使是贾木这样的大人物啊 也随连她的美色 不得不败倒在她的石楼群下 唐吉妹妹呢 为人心思缜密 诡计多端 遇到贾木这么大的靠山 唐吉怎么会轻易的放过呢 因为这个就是她 改写自己命运最好的击溃了 耿金是充满正义感的工会主席 肌肉爆棚的她 充满了男性的荷尔蒙 路见不平一声吼 是她的处事态度 对待不公平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拳头 她认为单拳者的不公平 导致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与贾木很早就结下了两子 然而啊 铁汉油情 她深深的爱着乙木妹妹 对乙木妹妹言听计从 结婚后呢 贾木和耿金的矛盾呢 也得到了一定的狂解 星金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性格乖张 经常说话代策 人倒是长得挺亲自的 皮肤白皙 娇小可爱 本来像普通女孩一样 上着普普通通的班 突然一天呢 被炳火大明星发现了 炳火对她是一见钟情啊 剧情可以参照霸道总裁 爱上我之类的马力书剧本 非得捧红这一个星星妹妹 星金也是紧紧抓住了机会 把她的优点说话代策 发挥的淋漓尽致 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了 人水是个IT男 全名Mark Ren Zekborg 出生普通 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上一期啊 我们讲过水祖志还记得吗 人水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智商啊 考上了全国最知名的大学 又凭着自己无耻的手段 从他的同学的手中呢 偷走了一个创意 凭借着这一个创意啊 他成为了全球知名社交软件公司的CEO 登上了财富500强的榜首 那丁火妹妹是他的校友兼朋友 把他的四集呢 写成了畅销书 最终把这个铁石心肠的男人的心给融化了 鬼水是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啊 聪明伶俐 长得水灵水灵的啊 充满着青春的魅力 鬼水啊为人婆婆可爱 鬼点子呢特别多 深得大家的喜欢 因为一张喝奶茶的生活照呢意外走红 而被吴老板看见了 吴老板啊觉得这个就是初恋的感觉 于是呢开始追求奶茶妹妹 奶茶妹妹啊 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压力很大 因为很多人都议论她攀附权贵 而且也担心年龄的差距会不会造成代沟 但是吴老板对自己关爱有加 让从小就缺少父爱的她呢 找到了家庭的温暖 于是啊也不顾身边人的反对 和吴老板走进了昆英的殿堂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不是在讲周易啊 而是在讲娱乐圈 用理人的方式去理解和记忆 使天干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学习周易啊千万不要死记硬背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理解带入进去 这样啊你就学得很轻松愉快 刚刚我们讲到了贾木跟耿金 是死对头是仇人 那乙木呢是贾木的妹妹 却嫁给了耿金 去缓解这一个冲突对不对 这里啊就要讲 池天干的五合和四冲了 五合是哪五合呢 天干五合分别是贾己合 乙根合 丙心合 丁仁合 和物鬼合 大领导喜欢书谈吉 你们看这个几字 是不是比S的身材还要S啊 哪个男人不爱呢 但是位高权重者先得嘛 所以甲己合 甲己合呢又叫尊备之合 合了吉啊 甲木的身份是不是掉了 合了甲木 吉土的身份是不是提升了 乙木妹妹喜欢耿金大哥 是不是一个最柔软 一个最坚硬 所以乙根合呢又叫甘油之合 乙木呢用自己的爱来赶跨 画着一个钢铁直男 丙火大明星发现了心晶的闪光点 将它成功的捧红了 丙火啊是太阳光 心晶啊是手势精 对不对 当没有光的时候啊 这个手势再漂亮 也没有人看得见 但是当有光照在这个精致的手势上面的时候啊 这个手势马上就变得棺材夺目了 而这个光呢也有了自己的价值 所以丙心合为日月之合 丙火热而心晶冷 和而瘦瘦身亏 丁火爱上理工男 用小小的文字 积积庞大的社交帝国 为大小之合 丁小而人大 和而疑点成面 乌老板呢爱上奶茶妹 万年之恋 乌土老而干枯 那鬼水呢 嫩而湿润 乌鬼和呢为兆润之和 和而天润地和 有没有发现天干五和是五种属相相克的五行 阴阳相合呢 甲木是阳的 极土是阴的 甲几核 乙木是阴的 耿金是阳的 乙根核对吧 那既然有核就一定有充 五行之间的四充啊 四指甲根充 乙心充 冰刃充和丁鬼充 物极土在中央 所以物极土呢是没有相充的 同样是相克的五行 阴阳相克为核 同性相对呢为充 我们看啊 阴阳是最基础的东西 却又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考考大家 这个相合和相充 哪个属阳哪个属阴呢 可以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里面 十天干用了十个非常简单的符号来表达万事万物 所以需要我们有很高的抽象思维 十天干它就像一种古老的语言 正因为它像一门语言啊 有着自己的语言框架 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想象力呢 就可以解读出很多的奥秘来 天干地支就先讲到这里吧 因为这个天干地支啊 是八字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不是一两节课就可以讲完的 比如天干五合有合而跨有合而不跨 它们会产生怎么样的跨合作用 这一些呢就需要学完十二地支之后啊 再通过高级班的一些具体的命令 加以说明举例了 记得关注我 下一节呢我们再讲十二地支 大家好我是百桥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十天干 是不是感觉挺简单的 今天我们讲一下十二地支 十二地支呢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但是十二生肖每个人都知道 因为十二生肖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传说在很久以前 那个时候还没有生肖 小动物呢总是被人类欺负 于是动物们呢就向玉王大帝投诉 他玉王大帝呢就打算选十个生肖 等到那个生肖之年啊 人们就不能欺负那个生肖 老鼠听到了消息 就骗猫说第二天才开始比赛 自己呢却偷偷的藏到了牛背上 等比赛开始啊 牛快要冲到终点的时候 自己轻轻的一跳啊就成了第一个生肖了 接着苦吐龙蛇马羊猴姬 也成功到达了终点 本来啊竞选就结束了 玉王大帝就说了啊够了够了 可是啊做笔录的官员却听成了狗呢狗呢 以为是内定的人选啊 于是就把狗也寄进去了 玉王大帝看到笔录官还在不停的写 就说了一声足了足了 笔录官又听成了猪啊猪啊 于是又把猪也寄上去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猫啊恨死了老鼠 所以见到老鼠呢他就要去抓 今年是苦年 属苦的今年是不是本命年啊 本命年呢又叫放太岁 有的人会把这个太岁或者岁星啊 说成是木星 因为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离地球呢又近 公转周期又刚好是12年 所以把木星说成是岁星呢 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只是这样的说法有点不太严谨 因为岁星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星 而是一个虚拟出来的星 我们姑且先把木星当作太岁啊 那么每一年 太岁与地球的相对位置 是不是都是不同啊 就像地球受月球的引力影响 潮起潮落一样 地球受岁星的磁场影响 是不是也会根据位置的不同而不同呢 那么啊 什么位置影响最大呢 是不是距离最近的时候 最近的时候就是本命年了 还有什么时候影响大呢 最远的时候对不对 岁星离地球最远的时候 就是冲太岁了 放太岁这个话题啊 我们今天不讨论 那有兴趣的呢 可以翻一下我的第一个视频 会有详细的讲解 好 我问问屏幕前的你们 十二生肖有没有记不全呢 十二生肖啊 有一个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故事 如果还没有记全十二生肖的朋友呢 这个故事啊 就相当的有启发了 据说有一次啊 周恩来总理和欧洲的同学聚参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 西方国家那都看不起我们中国 九过三旬 一位德国的同学乘着酒意 讽刺的说 你们中国人都说什么猪啊 狗啊 老鼠啊 不像我们 都是金流座 四字座 处女座 真不知道你们族间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些贵族的同学听完之后都哈哈大笑 还互相碰杯 新鲜的优雅呢 完全不见了 按理说啊 别人都骂你祖宗了 应该很生气才对 是不是 但周总理啊 他站起来 平和的告诉在场的所有外宾 中国的祖先是很实在的 我们十二生肖 两两相对六道轮回 体现了我们祖先对我们全部的期待跟要求 第一组呢 是老鼠和牛 老鼠啊 代表智慧 牛呢 代表情愤 智慧和情愤 一定要紧紧结合在一起 如果官有智慧不勤奋 那就变成了小聪明了 而官有勤奋不动脑筋呢 那就变成了愚蠢了 所以这两者一定要结合 这是我们祖先 对我们中国人的第一组期望和要求 也是最重要的一组 第二组啊 是老鼓和兔子 老鼓代表勇猛 兔子啊 他代表紧慎 勇猛和紧慎结合在一起 就是党大心细 如果勇猛离开了紧慎 就变成了鲁满 如果没有勇猛 只有紧慎呢 那就是胆怯了 第三组是龙和蛇 龙代表了肝猛 蛇呢代表了游刃 所以肝者易折 太肝了容易折断 如果太游呢 则容易失去主见 所以肝游并记啊 是我们历代的一个主训 接下来是马和羊 马代表勇往直前直奔目标 羊呢代表和顺 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直奔目标 不顾周围 必定会重磅轻敌 但是如果一个人光顾着和周围和顺 连方向都没有 那目标呢也会失去了 所以一往无前的品性啊 一定要与和顺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祖先 对我们的第四组的期望 猴子和鸡 猴子呢代表灵活 鸡每天都会定时打鸣 代表着秩序和稳定 光有了灵活没有稳定 事情干不长久 光有稳定没有灵活 就像一潭死水 一块板砖 没有进步 只有两者相结合 才能不断的进步 最后啊是狗和猪 狗代表着忠诚 猪呢代表着随和 一个人呢如果太忠诚 不懂得随和 就会排弃他人 如果一个人太随和 没有忠诚呢 这个人就会失去原则 忠诚和随和相结合 就是中国人一直坚持的 外缘内方君子和而不同 解释完十二生肖啊 周恩来总理说 不知道你们那些 宝瓶座啊射手座啊 公养座啊 体现了你们祖先的 哪些期望和要求呢 结果啊全场鸦雀无声 最后这些外国的同学 也不得不由冲的敬佩 中国先祖的智慧啊 其实十二地支就是十二生肖 但是外韩人才讲十二生肖 内韩人呢是讲十二地支的 这样才显得高大善是吧 别人都说十二生肖 我们就要说十二地支 而且要讲这个十二地支的官方名字 直丑银卯成 四五位身由虚害 我们来多读几遍啊 现在不管我们记不记得住 也不管对不对的上号 只要读得溜呢就可以了 直丑银卯成 四五位身由虚害 还可以配上掌绝 直丑银卯成四五位身由虚害 不一定要记住啊 只要读得很溜就可以了 因为地支啊要熟练呢 还是要跨点时间的 十二地支在生活中呢也很常用 比如代表月份的时候 银月就是真月 卯月啊就是二月 成月就是三月 四月呢就是四月 丑月就是十二月 我们可以这样记啊 矛鼠目二月份 矛长矛目 矛这个字跟数字二是不是一样啊 四月呢就是四月 四跟四的发音呢是一样的 五月就是五月 发音呢也是一样的 虚月呢是九月 虚是什么动物 是狗对吧 在粤语里面啊 狗和九的发音是一样的 都读狗 最后一个月份啊是丑 丑是什么 是牛是不是 牛在十二生肖里面 是不是最老的 老牛吃嫩草 我们想到了老辣幼 对吧 所以最后一个月呢 是辣月 也就是丑月 我们就这样记一月份啊 知道了这几个呢 我们推剩下的月份 就很好推了 对吧 只在丑的前面 就是十一月 那位呢在五的后面 所以是六月 十二地支表达十成是什么呢 只十五十都知道是吧 古时候用的是日厨 五十呢就是太阳在头顶的时候 也就是中午十二点的前后 紫时呢则相反 是晚上十二点的前后 因为一个时程呢它是两个小时 所以五十呢是早上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 紫时呢就是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的一点 每个地支呢都有自己的五行属性 银卯是属木的 四五呢属火 生油属金 亥子属水 成虚丑味呢属土 每个地支里面啊 又藏有不同的天干 叫做长干 天干呢代表天原 地支呢代表地缘 而地支里的长干啊代表人缘 我以前学八字的时候啊 是需要背诵很多口诀的 比如这一个地支长干 我的老师呢也是这样学过来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教我更好的办法去记忆 自己想要找长干的规律吧 虽然也能找到一定的规律 但又不是完整的规律 直到后来学习奇门遁甲的时候啊 我看到用九宫代表地支的一瞬间 我悟了 原来地支长干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原理 所以如果你是从我的视频开始学习干支的话 你是很幸运的 起码在基础这一块呢 可以扫走一些弯路 基础里的这些难点痛点啊 一般老师呢也不会去说 因为无足轻重嘛 反正多学多用呢也就记住了 然而新手啊 总是对这些问题有很多疑问 所以趁我还记得这些痛点啊 我尽力说一下吧 看这一个地支长干表 看着好像很复杂 其实啊都是有规律的 我们先把十二地支分成三组 第一组呢是四镇 四镇呢又叫四桃 或者是中神 分别是子五毛油 我们在上一节讲十天干的时候说过 木在东方火在南方 金在西方水在北方 而土啊在中央 记住这个土在中央 这个非常的重要 补充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古人的地图方位 跟我们现在地图的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呢 它是刚好相反的 古人的地图呢 是上南下北 左东又西 可能跟古人 从右到左的一个书写习惯有关系吧 卯木在东方 我们放在左边 五口呢在南方 放在上边 有金在西方 放在右边 止水啊是北方 放在下边 这个很好理解 对不对 接下来是第二组 叫做四掌声 又叫四翼马 分别是银声四骇 我们把四掌声分别放在四个角落 也就是四鱼位里面 需要注意啊 因为四鱼位的气闸 除了有四掌声之外呢 还有四木库 所以我们放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放的 四木库分别是陈虚丑位 就是四季图 为什么叫木库啊 当这个木库打开的时候呢 它就是库 关闭的时候呢 它就是木 但是不要被这个木字吓到啊 这个跟吉松是没有关系的 好 现在十二地支 都放进了九宫阁里面了 其实这个九宫啊就是八卦 中宫啊它是空的 不放东西 所谓的虚夸若骨 剩下八个格子分别对应八个卦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八卦 也不是讲奇门遁甲 而是借着这个九宫来更清晰的 说明十二地支的长杆的关系 每一个地支都有一到三个长杆 分别是本器、中器和鱼器 子武矛有四正的器啊 它是最纯的 除了五口之外呢 其他三个长杆 都只有自己的本器 子长鬼水、矛长乙木、有长心晶、五长丁吉 因为口土同源啊 所以五口里面长的呢 就是丁火和吉土 发现没有呢 四正的长杆呢 它都是鱼杆 为什么四正的长杆它都是鱼杆呢 这个我个人认为啊 四正代表的是正东方、正南方、正北方和正西方 是某个五行之气最集中的地方 狂地内经里面有讲过一句话 叫做银成形阳跨气 那一方之气最胜的时候就是成形的时候 所以都是银杆 当然这只是理解的一种方式啊 反正古圣先贤就是这样规定的 四正就是四个银杆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四掌声 为什么叫四掌声 这个在之后我们讲天干的十二状态的时候 再详细的论述 现在只需要知道啊 掌声呢就是一个五行 刚刚开始萌芽生长的状态就可以了 四掌声分别是银身四害 我们一个个看里面的长杆 银中长甲饼物 甲木呢是本气 这个本气很好理解 中气呢是饼火 因为木生火 银木是火出生的状态 鱼气啊是雾土 有聪明的小伙伴就要抢答了 鱼气是雾土是因为火生土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我们之前说了土在中央 也就是中宫的位置啊 中宫是空的 但是空并不代表没有东西 只是中间这个土啊 它寄宫到了四个角落里面去了 所以四个角落 也就是四余位的地质呢 它都带有土的气 四中藏的饼物根 那饼火是本气 火土同源 火生土 所以雾土呢是中气 夏天接下来就是秋天 所以四壳里面藏的鱼气啊 就是耿金了 有的书啊会写 四中藏饼根雾 中气呢是耿金 鱼气呢是雾土 中气鱼气的顺序不太一样 这个其实不太重要 知道四中有雾土和耿金呢 就可以了 生中藏有根人物 生的本气呢是耿金 今生水 中气呢是人水 土在中央 鱼气呢就是雾土 鱼藏人甲 鱼的本气啊是人水 水生木 所以中气呢是甲木 为什么鱼水就搞特殊 别人都是三个藏杆 而他只有两个藏杆 土克水还记得吧 那既然是掌生之地 怎么能容得下自己的敌人呢 对吧 所以其他三个掌生呢都有土 只有鱼水呢是不带土的 好我们也发现了四掌生里面藏的都是羊杆 因为四掌生就是发展中的事物 生机勃勃充满的阳气 最后一组啊是四木库 也就是四个土 刚刚提到的土在中央 这一个知识点啊非常的重要 成是春天的土 为祭春 成的本气啊它是雾土 中气呢是乙木 鱼气呢是鬼水 卫土啊是夏天的土 为祭夏 那卫的本气呢是吉土 中气啊是丁火 鱼气呢是乙木 旭土是秋天的土 旭的本气呢是雾土 中气呢是心筋 鱼气呢是丁火 丑啊是冬天的土 丑的本气呢是吉土 中气呢是鬼水 鱼气啊是心筋 好现在我们把十二地支都放进了这个九宫阁里面了 也配上了五行对应的颜色了 不知道屏幕前聪明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规律的 五行之气是不停的以顺时针的顺序流动的 从阳到阴然后再到阳 从春夏秋冬到木国土金水 我们看这一个图 某个五行之气经过某一个方位的时候呢 必定会在这个方位留下一定的影响 四季对应四组地支 每一组呢都有展身四正木库组成 比如五行火 展身是银 四正呢是五 木库呢是须 这个就是银五须三合火 在春天的时候呢 火刚刚开始门发 到夏天的时候呢 火气最盛 到秋天的时候 火气渐渐的消亡 其实描述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自然的一个过程 木生火所以银藏甲禀物 五火是夏天火最盛的时候 气最纯 到了秋天 蓄土这里 这个火气慢慢就退去了 都藏起来了 藏了什么 除了本期雾土和当季的秋经 还有过期的丁火对不对 如果有同学之前学过十二地支的看到这个图 可能一下子也就误了 你没有发现这个规律之前呢 它是一团乱麻 发现规律了就是一条线了 银木掌声 五火是正 虚土木库 这样的三个地支呢 就是地支的三核 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看图一共就四组 分别是银武虚和火 四有丑合金 甚至成的河水 骇马位和木 三核局就是这么一个发展规律 就像什么呢 银武虚和火 银木掌声就是生产部门 产品丁火就在这里设计生产组装的 五火是这个三核局的中神 其他两个都是围绕着中神服务的 中神五火就像一个销售的门店 里面摆满的单季的爆款对不对 木库自然就是仓库了 虚土是在秋天的 过季的衣服五火还没有卖完怎么办呢 放进仓库对吧 现在开始上秋季款了 五火是过季的夏季老款 放进仓库等明年再来9块9包容 这个就是银武虚三核火局 其他的三核水局三核金局也是同理 分别是三个掌声市政木库组成 分别代表了生产销售和参储的三个功能 四个三核局就组成了十二地支 好了十二地支我们大体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了 接下来我们会讲十二地支的作用关系 十二地支的作用关系应该是基础课里面最复杂的一节课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把十天杆比喻成物理作用的话 十二地支之间的关系就像化学作用 天杆就一个合一个冲就完事了 但十二地支因为有地支长杆的存在 多个地支之间除了有六核三核三胃的关系 又有行冲迫害窗的关系 不过复杂归复杂吧 天杆地支是模拟世界运行的规律的 我们学亏了这个规律 也就记住了地支之间的复杂关系了 我们学医学其实也就是研究规律 既然是规律就不能是基硬背了 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多思考 多发挥想象力 这一期的视频多多复习 我们下一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百桥 经过上节课的学习 我们已经对十二地支有了初步的了解了 这一节课 咱们讲一下十二地支之间的行冲迫害核的关系 首先是相冲 上一节课我们讲过离穗星最远的时候 它就是冲 那我们看这一个图 两个180度相对的地支就是相冲的关系了 地支有六冲 分别是子五冲 毛友冲 银身冲 四海冲 陈虚冲 和丑味冲 那子五冲啊就是水火相冲 止水啊可以冲五火 但是五火万的时候呢 五火也可以反冲止水 毛友冲呢就是金木交战 有金可以冲满木 但是满木万了也可以反冲有金 你用一个小苦头砍一个森 那么这个森林啊就可以把你这个小苦头给弄坏了 天干土啊它是没有相冲的 但是地支的土是有相冲的 而为什么地支土可以相冲呢 其实是因为地支土相冲啊 是地支里面的残干在打架 土呢是越冲越万的 我们看看啊 陈虚冲 城中藏了物仪鬼 虚冲呢藏了物心丁 其实啊就是里面的乙心冲和丁鬼在相冲 丑味冲呢也是里面的金水和木口在相冲 地支呢山河分别是银武虚山河谷 士有丑山河精 生子城呢山河水 骇毛位呢山河木 就是以中神植武毛友为核心的党派结合 记忆方法呢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了 就不再赘述了 不过要补充一点啊 这个山河菊存在一种大河的状态 就是当元菊出现了山河菊的其中两个字的时候 当大运或者流年出现第三个字 那这个菊啊就变成了山河菊了 只有两个字的情况呢就叫做戴河菊 地支山河啊是基于党派的结合 那地支山河呢 哎那个感觉就有点像邻居 是一帆之气集合的时候 地支山河啊有银卯成山河木菊 四五位山河菊菊 生有虚山河菊菊 亥子丑山河水菊 其实啊就是当季的三个地支 因为属性呢它是相同的 也会互相的帮忙 所以叫山河菊呢有点像邻居 因为是位置相邻嘛 地支六合啊则更像是昆英的关系 地支六合呢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口诀表啊 知道呢指在无名指的这个末端 然后一词来推啊 手中的十二宫呢是为了方便的推演这个六指甲子的 需要跟九宫区分开来 我们看连线 以中间的这里呢为对称点 对称的位置啊两两相合 地支六合呢像昆英一样有性格相合的 有性格不合的 那有愿意付出奉献的 也有只顾自己不听索取的 有打打闹闹的 也有恩恩爱爱的 还有搞机的 那所以六合啊它是一种羁绊 要两个地支相互纠缠在一起 一般来说呢六合之合是最紧密之合 当然我们也要根据位置和力量去考虑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六个组合 纸丑合纸水呢是最纯的水 没有任何杂质 那丑土呢它是湿土 里面又有金又有水 当然更多的是土了 纸丑合丑土呢变成了稀泥 纸水啊它也变得捆浊不清 银亥和木 亥呢是木的展生 银亥和啊就是水生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银中藏的是丙火啊 银亥和 如果圆局啊 木火不旺 水太旺的话呢 那么这个藏的丙火 它就有可能被灭掉了 卯虚和火 卯啊是木 絮呢是火库 等于把财扔进火炉里面啊 这样就是燃烧了 所以卯木呢燃烧了自己 也让絮土里面的火啊变旺了 所以卯虚和化火 成油和金 土生金 相生之和 能让有金变旺 但是精致的有金啊 因为师土合住了 也变得秀吉邦邦了 成油和啊 成土里面的乙木呢 也有可能被有金给克三了 世生和水 世火和生金啊是相克的关系 有种火炼金的感觉 是一对相爱相杀的情人 世火旺制作了生金 生金旺啊 生里面的水呢 又可以克快世中的火 让世火啊变成金的展身 五位和化火或者土啊 五中呢 残丁吉 位呢也残丁吉 还多了一个乙木 两个的性质差不多啊 就有点像同性恋啊 连和化出来的东西呢 也几乎不变 那以上的和或者葱啊 并不是说和就是好的啊 葱就是不好的 包括天干也是如此 如果是相冲把祭神冲走了 那一般是好事 而相和化出来的是用神啊 也是好事 那如果和化出来的是祭神的话 他就不是好色了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啊 要看全局的其他配置和力量 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地支的六窗 六窗啊也叫六亥 一般呢都是不好的 刚刚说的地支六合呢 就是在中间虚拟的一条 竖中轴线 在对称的位置 两个地支相和 而地支六窗啊 就是中间拿一条横的中轴线啊 上下对称的位置呢 叫做地支相窗 地支六窗呢 有子卫窗 丑五窗 银四窗 深亥窗 卯成窗 有虚窗 那我们来看这个窗 是怎么一回事啊 比如子卫窗和丑五窗 我们知道子丑五位啊 他们是相和的关系 是紧密的联合 而子五窗和丑未窗呢 是相冲的关系 等于说啊 自己的朋友的敌人啊 就是自己的敌人啊 这个呢 就是窗的关系的本质了 窗呢 一般是在暗处的 一般是突如其来的 而窗呢 则是往来互换的 是在明处的 所以一般相生的窗呢 问题都不是很大 比如银四窗 深亥窗 本质还是木生火 青生水 直生的同时啊 会带一点破坏性 比如银四窗 银中的甲木和丙火窗 快适中雾土和梗晶 深亥窗 深中梗晶 窗坏 亥中的甲木 相克的窗啊 力量就要大很多了 比如指挥窗 就是畏土窗坏的止水 但是止水旺 也可以窗坏畏土 丑五窗呢 无火怕 尸土睽阔 但是无火旺啊 也可以窗坏丑土 把里面的精水给它蒸干了 好 再说一个相形 相形啊 就是刑罚的意思 有三行和治行两种 丑未虚三行又叫磁氏之行 因为都是土 三行让土氏啊变旺了 所以叫磁氏之行 本来啊 丑未它是相冲的关系 对不对 丑未中的金木和水火在交战 而丑虚行呢 则是长干里面的金火在相战 未虚行呢 则是长干的金木啊 在交战 丑未虚的行也好 冲也好 都会让这个土啊变旺 但土里面的长干啊 在打架 会让里面的长干呢 受伤 银氏生三行 又叫无恩之行 因为银木生四火 四火呢又是金之长生 又相生又相形 所以叫做无恩之行 其外呢 还有子卯行 成成之行 亥亥之行 五五之行 八字论命啊 主要是论丑未虚三行 其他的相行啊 一般是不论的 知道就好了 最后还有一个地之的四破 分别是卯破子 五破卯 有破五 子呢破有 虽然相生的关系 但是因为子五毛友啊 是个地之长的气太专了 被生的一方 会破掉生自己的一方 这个呢就是气专的一个表现 那除了表面的这些行冲和害 地之之间还有一种隐藏的关系 叫做地之暗和 那一共呢有三组 分别是 淫丑暗和 武害暗和 还有卯生暗和 一般代表啊 是在暗地里的 不见光的一个关系 地之的关系啊 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熟悉 也可以记一下笔记 有空呢就复习一下 作为新手啊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不要被这些繁杂的作用关系所迷惑 永远呢要记住一点 五行的生克 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 行冲和害呢 只是在五行生克的这个基础上面的一些变化 譬如同样是和 有生和有克和 那生和的力量肯定就比克和的力量要强嘛 比如水生木 子水生银木的力量肯定就没有害水生银木的力量大 因为银害呢是相和的关系 但是反过来我们去看 银木卸子水的力量就没有卸害水的力量大 如果有一个银害和 那么这个害水啊它就被银木给泄尽了 如果是止水的话呢 它还泄不尽 还能给它剩一点 同样是生银木生四口的力量啊 就没有卯木生四口的力量大了 因为银是是相川的关系 从相克去论也是同理 魏土克止水的力量 就要比魏土克害水的力量大 因为子卫啊是相川的关系 害卫呢是带山河 子卯形不代表子水不生卯木 水就是要生木的 子丑合也不代表土不克水 土呢天生就是克水的 这个是五行不变之理啊 生就是生克就是克 只是力量的区别和有没有勤奋在里面 初学者呢一定要谨记啊 好在熟悉了十二弟子和行冲和害川之后啊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八字了 假如有人跟你说 哎哟大师 听说你在学医学啊 能不能给我算一下因缘啊 你呢才刚刚看完咱们的几个基础视频啊 并且通通都给了三连 这个时候啊你应该怎么说呢 你就可以问对方了 你属什么的呀 他说他是属苦的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摆出一副架势来啊 手指掐绝口中呢念念有词 一十三元万法中 先观地载与神功啊 直丑银卯成是五位生有虚害 然后呢他就被你弄得很紧张是不是 好你要注意了啊 频频问此事此事必有因嘛 江湖是不是都有一些套路啊 譬如屡看昆英男看财 他说了抗因缘就说明他感情上面有问题 对不对啊 然后怎么样呢 突然你就在大腿上面用力一拍 不好啊 这个时候啊 他被吓的捆都要掉了是不是 他问怎么了 你看银属苦 今年鬼卯年 鸚鸥虚见卯为桃夸 你今年犯桃夸了要注意了呀 然后他就说了 真对我今年就是犯了桃夸 你帮我看看 那今年呢鬼卯 鬼水呢生卯木 卯木还特别的旺 水呢有流动变化的特点 这个感情上面啊容易发生变动啊 你有对象的话呢就很容易分手 没有对象的话就很容易有对象是吧 你说这是不是废话对不对 但是从他这个听来的时候啊 他会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啊 他如果有对象的话 那么有可能想过分手 如果没有对象的话呢 他就很期望想知道这个对象在哪里啊 你说起来是废话 他听起来不一样嘛对吧 好那这个时候啊你就问他啊 你问他这个感情到底怎么样了 怎么回事啊 那你现在是有对象还是没有对象啊 他说他有对象你就问他 那你对象属什么的呀 他说我对象呢属蛇 这个时候啊你又来一遍口诀 欲识三缘万法中 先关地载与神功 然后掐一下守诀 直丑银卯成士 好那这个士和银是什么关系啊 是相形和相生的关系 银是生啊是无恩之行 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说了 你跟这个男的呢非常的有缘分 但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啊 就非常的纠结 好的时候呢很好 不好的时候呢就很不好 虽然你很喜欢对方很愿意付出 但是对方呢却不懂的感动啊 不知道你的好啊 他说你说的太对了 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你接着说 今年你啊还要担心有其他的逃夸 年轻人谁没有几个异性朋友的呢 是不是 如果他又刚好有 他还会说 对你说的对 我现在晚上谈了个男的 我们最近天天在聊天 感觉很情投意合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男的怎么样 然后你就问这个男的 是什么的呀 他说这个男的是猴 你又掐了一下手指 欲识三缘万法中 先关地载与神功 直丑银卯成士五位生 啊不好 银生是相冲物 而且相形的是不是 哎你说哎呀 你们两个既相冲又相形啊 啊 又来两句口诀 蛇见门口如刀哥 朱玉侯而四件抽 银生相冲多损财 道路车马带上来 那刚一见面的时候啊 是不是一见钟情情头一合啊 哎感觉非常的信心相惜 但是真正相处下来呢 就会发现其实你们两个的世界观啊 是不同的 性格呢也不是很合适 在一起的话 只会互相的伤害对方啊 这个时候啊他可能就有点紧张了 如果在一起的话会怎么样啊 但是啊 你就叹一口气 说哎天机不可泄露啊 然后拿出一个收款码给对方扫一扫 是不是 好本来是天机不可泄露的 但是呢我看在咱们有缘分 我就给你泄露一点天机吧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啊感情就会变化 容易经常吵架 还有可能出现意外山灾 啊什么叫做意外山灾啊 割破甜皮又叫做意外山灾 三分感冒也叫做意外山灾啊 反正一年总总要有那么一点不顺心的事情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啊他就说大师我应该怎么办 啊求大师指点迷津啊 这个时候啊你又拿出收款码了是不是 好然后你跟我说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 怎么认识的我跟你们好好分析分析 这个事情呢非常的严重 不要错过每一个细节 然后呢你就不用说话了 就等着他在那里叨叨叨的说吧 这样呢他就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了 然后呢你就给他说怎么处理 银身冲用什么解啊 哎摊和万冲对不对 银身冲就是金刻木对吧 那我们五行的一期是不是讲过 金生水水生木 那金呢他就不去刻木了 泰水跟银木是不是六合的关系啊 何能解冲对不对 你就跟他说你这个事情啊 可以佩戴一个猪的手链 那我这里呢刚好有一个猪的手链啊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开关加持 看我们有缘是吧 哎你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吧 这个就是江湖算明先生的一个套路了 只要你学了几节课都可以出去摆摊了 关键是在哪里呢 关键就是学会了一句口诀 玉石三缘万法中先关地载余神功 对吧 十二地支一定要说的很溜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啊 只要几句唬人的口诀呢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只是给大家开一个玩笑啊 现在你知道那些江湖的套路是怎么样子的了 假如说你要找一个对象 你妈妈找了一个师傅啊 给你算合坤 她说你们两个是八字不合的 那两个人呢不适合在一起 你就搞清楚他是怎么给你算的 你要是听了这个神棍杀扯的话 是不是就错过一段好的感情了 比如说你是属猴的 找了个属虎的 或者说属蛇的 说你们八字不合 其实就是相冲或者相行的一个关系嘛 单凭一个生肖啊 是不能决定两个人合不合适的 实际上八字的预测呢 要比生肖属相复杂很多啊 如果单论生肖 那跟星座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 都是说点模拟两可的东西 真正的八字论命啊 追求的是一些具体的东西 比如过山关对不对 父母关 算一个人出身富贵贫贱 父母是否健在 亏因关 另一半如何哪一年结婚啊 亏不亏离婚 事业关是吃狂粮的 还是自己做老板啊 一颗是打工仔 那如果你遇到一个所谓的大师 他也不给你断钱事 就说你这个命运不好啊 未来又喝又喝啊 那么这个大师啊 八九成都是一个假大师的 好十二地址啊 就先简单的讲到这里了 天干地址呢 是八字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八字啊 其实就是一个研究天干地址 之间作用关系的一个学问 所以现在不懂呢 也是正常 在以后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还会大量的应用干支 视频制作补义文案拍摄配度剪辑 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吧 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也是帮助自己 下一期我会讲一下 八字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知识 记得关注我下一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百乔 上一期我们讲了十二地址 不知道小伙伴们熟练的怎么样了呢 是不是都已经讲得很流利了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只丑银毛城四五位身有虚害 其实最好呢 是用自己的家乡话来讲十二地址 吉朝阳毛陕西美三鸟撒海 对吧 你说你的家乡话是英语 那十二地址的英语应该怎么讲呢 也是一样的 只丑银毛城四五位身有虚害 是不是啊 咱们熟练了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去摆摊了 想要摆摊的同学啊先等一下 再听几节课也不迟 我们今天呢 就来学习如何排八字 古人啊 将天干与地支分成阴阳 天干呢为阳 代表天之气 代表时间 也代表天元 我们第一节讲阴阳的时候 是不是也讲过 阳主洞 阳也主外 所以天干它是不停的流动的 是外在的东西 是一个表象 而这些表象呢 必定有一个出处 而地支呢 就是天干的出处了 也就是天干的一个载体 就像一个落脚点一样 地支代表地支气 代表空间与方位 代表地缘 地支呢是属阴的 阴主禁嘛 主隐藏的东西 是石像 地支呢需要天干的配合 才能承载万物 就像地上的植物 要等到合适的季节啊 才能开花结果 天干代表天 地支呢代表地 那地支藏干呢 就代表人 干支向下重叠组合 就成了顶天立地的柱子 就叫一柱子 我们用出生时间的年月日时 排成四组干支 那这个呢就是八字了 因为是四个柱子 所以八字命理呢 又叫四柱穴 天干与地支的组合 实际上就是天元地元人元的组合 代表了古人的时空观 也代表了时间方位和万事万物 天地阴阳的配合 孕育了世界的万物 那干支应该怎么配对呢 十天干和十二地支 羊干配羊支 鹰干呢配鹰支 那分别按顺序来排列 我们可以用一到十来表示 天干夹一丙丁物极更新人鬼 那一到十二呢代表地支 直丑银卯成四五位生犹虚害 激素代表羊 偶素呢代表鹰 用第一对天干和地支呢 表示六十甲子的开始 那第一对干支呢就是甲子 因为天干只有十个 而地支有十二个 两两配对啊 就会多出两个地支来了 那多出来的这个地支呢 他也不会闲着 会继续与下一个循环的天干 继续配对 因为十和十二的最小功倍数是六十 所以一共有六十种干支的组合 所以又叫六十甲子或者六十花甲 干支是中国传统数数的基本语言 是八字体系和其他预测体系最核心的内容 是每个学艺学的人 都必须要掌握的基本知识 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 金木水果土呢 有形与气的一个跨分 水果是无形的 是气跨的东西 而金木土呢 它是有形的 气在干支的组合里面比较特殊啊 我们看人鬼丙丁 和是五害子的组合 都是羊肝与羊枝 或者鹰肝与鹰枝的组合 对吧 但是里面的肠肝呢 却是阴阳错配的 比如人子 人是羊肝子也是羊肝 但是子中肠的鬼水呢 它是阴肝 鬼害是阴肝配阴肝 但是害中肠的韧甲呢 却又是羊肝 为什么水果是阴阳错配呢 其实这个叫做阳为阴用 阴为阳体 那水果都是具有阴阳两面性的 我们在自然里面 也会发现这种现象 我们观察火 外面呢它是热的 里面火源它是冷的 水也是一样 表面看似弱的 却能滴水穿石 呈现阴阳两性 阴中长阳 或者阳中长阴 好了知道了干吃的组合了 我们就可以用干吃来表达时间 我们可以记住某一年的年号 然后就自己推算其他年份了 譬如今年是人一年 那怎么推明年呢 人的后面是鬼 银的后面呢是毛 那明年就是鬼毛年 去年就是往前推一位 人的前面是新 银的前面呢是丑 去年呢就是新丑年 我们去记忆天干地支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这个位置给记住了 我们可以自己在本质上面多画几遍 先画一个九宫格 然后把对应的天干地支填进去 好记性呢不如烂笔头 其实我们的大脑啊 对图像的记忆力是很强的 用天干来表达月份的时候呢 也同理 月份我们上期讲过了如何记忆了 银月呢是真月 卯月呢是二月 四呢是四月 五呢又是五月 虚是狗嘛 所以是九月 十二月是老牛 老辣幼 还记得吧 其实知道了月份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五虎盾来推出天干 但是作为基础课程啊 不太重要的东西我就先不讲了 以免增加大家的负担 我们可以先通过排盘软件 或者手机万年利先查出来 我们只需要知道啊 年上的天干呢 决定了月上的天干 所以每一个月是什么夹子啊 都是固定的有规律的 我们知道现在是三月 也就是成月 那通过万年利呢 我们可以查到这个月的干支是甲成月 今天是农历三月十六 查万年利 知道今天的干支呢是几亥日 时程我们上节课也讲过了 比如现在是下午五点半对吧 一个时程它是两个小时 那下午五点到七点呢 它都是有时 时程的干支我们可以用五鼠盾推出来 也就是说每一天 时程的甲子也是由当天的天干来决定的 那都是固定的 而现在这个时间的干支呢 就是鬼害时 五鼓盾和五鼠盾都不难 有兴趣的呢也可以自行上网去搜索 我就不在这里追溯了 最难的是什么呢 是如何推算日注 这个呢基本没什么人亏 早上推算日注这一个技术啊 叫做流星感月 是蛮人独有的技术 以前啊是只传蛮人的 不传明眼人 蛮人他看不到东西 但是你给他一报出生时间 对方就可以快速的把八字排出来 连什么时候交运都一清二楚 我也是很幸运认识一位蛮派的宗师 交馈了我流星感月 但是大家放心 这个我是不会交给大家的 因为实在太难了 不是专门从事这一行的话呢 就没有必要去学了 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用手机来排吧 不过分享一个心得 就是用心眼去看八字啊 和用肉眼去看八字呢 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等以后我们熟悉了八字之后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好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干支时间 我们按顺序把年月日时排出来 就是四柱八字了 一般的习惯是从左到右排 这四柱分别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也很简单啊 按这个方向代表从头到尾 从过去到未来 从外面到里面 我们一个个来看 年上一柱呢 代表的是自己的祖上 父母社会上的长辈啊领导 那月上这一辈呢 也是代表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社会上的长辈 同辈同学同事 那月之呢又叫月令 月令这个令呢 其实就是施令的意思 月令是八个字里面力量最大的 影响最大的一个字 为什么说月令的影响是最大 我们想想月令是不是代表了什么月份 不同的月份啊 不同的季节 那不同的季节呢 它的天气和气温它就不一样了 所以月令的力量啊是无庸置疑的 相比之下 每一天的温度变化就不会太明显了 年柱和月柱代表的是外面 从时间线上年柱代表了我们的少年时期 月柱呢 则代表了我们的青年时期 那这个八字是我的一个整体啊 里面包含了我 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另一半 我的孩子和晚辈 还有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要从这八个字里面选出一个字 来代表这一个小我 用来区分我跟其他字的关系 我们用日柱上的日干代表我 所以日干呢又叫日主或者日圆 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八字的中心点的意思 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论命的时候说 哎呀这个日主身很旺 或者说身很弱 那这里的身呢 其实指的就是日圆的旺衰了 跟一个人身体强不强壮 身体好不好是两个概念 身强的人也有弱不禁风的 身弱的人呢也有身体强壮的 不少运动员的八字啊 那就是身弱的 日圆万衰这一块是一个大步头啊 大部分的人入门遇到最大的困难之一 就是这一个 也是大部分人入门八字 遇到最大的困难之一 那下一期呢 我会用一整节课来说明万衰 还有其中的一些认知误区 日圆代表了我 那么与我关系最近的是谁呢 是我的另一半是不是 八字里面 离日圆最近的是哪一个字啊 是月干吗 还是日干呢 其实都不是 我们要记住 天干与地支它是一个整体 干支与干支 它是相邻的关系 所以日干最近的字呢 就是日支 日支代表与我自清自尽的人 也代表我的另一半 所以我们又会把日柱叫做夫妻宫 那日柱啊也代表自己的中年 十柱代表我们的晚辈子孙 或者我们的学生下属 也能代表我们的晚年 晚年享受天伦之乐嘛 所以十柱呢又叫做子西宫 刚刚我们提到月令的力量 它是最大的 那么除了月令哪个字的影响也很大呢 我们把生活带入其中 对吧 就会发现啊除了季节对于温度变化影响很大之外呢 那一天当中早晚的温差是不是也很大呀 所以这个十枝的力量啊它也是很大的 所以在满派里面会有两个万点这么一说 两个万点指的就是月之和十枝 我们以公位来跨分空间 年柱是不是离日柱最远啊 所以我们以年柱为远方 一个人的用神如果在年上啊 那么就有可能离开家乡 到外面去发展了 月柱代表的是我的出生地 我的家乡也代表我长大的家 日柱代表我的居所 我呆的地方也代表我自己的家 十柱呢代表门户 通过这个门户啊 我们就可以出门了 到远方去了 八字有家里家外的一个分野 那年月呢就是家外 日时呢就是家里 这个十柱啊就比较特殊了 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打开门户是不是就可以外出了 当这个门户打开了 外面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进来呢 所以十柱它代表门户 也就是跟年柱的远方啊 所为呼应了 八字有左右的分野 分成家里和家外 那必定也有上下的分野 分成表面的和内在的 上下的分野啊 是从阴阳的角度去看的 天干它是属阳的 表示一个人的外在表现 那地支呢它是属阴的 代表一个人内心的想法 比如我们去看一个人 他是否表里如一 从八字上面啊 也能看出一些端粒来 比如天干很轻 都是好东西 但是地支很拙 差的不行 那这个人呢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很好的人 但实际上 却是一个快蛋呀 我们可以用公位来代表身体 那用公位代表身体的话 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从头到脚的一个顺序 我们可以把身体分成四个区域 分别用四柱来代表 那么年柱呢就是代表头 月柱呢代表脖子到上腹部 日柱呢代表下腹部到下体 那十柱啊就代表下体以下的这个位置了 这个是通过公位的绝对位置来划分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四个公位所代表的行义来划分 我们以日柱代表自己 说明日柱是人体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日柱呢就可以代表我们的五脏六腑 代表我们的心脑睡 年柱是离日柱最远的 所以代表手脚和四肢 月柱呢 这可以代表我们的躯干 我们的胸背 十柱呢是门户 那么人体上什么是门户啊 是不是头面部 有孔的地方 所以十柱呢它代表头 面 眼睛 鼻子耳朵 嘴巴 我们的手也经常跟外界接触 是不是也是一个门户呢 脚也是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呢 这些呢是别人能看得见的门户 是不是还有一些看不见的门户啊 所以十柱啊 它又代表我们的生殖器官 排泄器官 可能有同学啊到这里就开始懵了 为什么黏柱代表头 十柱又代表头呢 我们学习周一啊 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以上的跨分啊 只是我们用局限的认知给出的一个定义 天干地支它是可以代表万事万物的 里面是有很多奥妙的地方 比如我们在讲十天干的时候讲过 甲木是十天干的第一位 所以为头 鬼水呢是最后一位所以为足 这只不过是以其中的一种模式来划分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之中啊 还需要灵活的去变通的 年柱为头 那如果在年柱上面刚好有一个甲木呢 甲木也为头对不对 两个信息是不是就重叠了 我们再配合十绳这个甲木啊 又刚好是硬心的话 这个时候年上的这个甲木 是不是代表头的几率就很高了 如果这个甲木刚好又是用神啊 被耿精克了 是不是就很容易有头部的问题呢 但是如果这个甲木不是我的硬心 而是我的笔节 那这个笔节跟我是同属性的五行 代表的是我的兄弟手足也代表我的手脚嘛 如果这个甲木刚好又是用神 又在年上被耿精克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代表我的手脚受伤了呢 我们在讲十天干的时候讲过 水主治 如果年上是一个人水 假设年干就是头吧 那能不能说明日主是个很聪明的人呢 并不能 如果这个人水下面做了一个生金呢 那金生水嘛 这个水很旺对不对 能不能说明日主是个聪明的人呢 依然不能 好 那如果这个人水是我们所说的用神呢 日主就喜欢这个人水呢 我们可不可以说命主很聪明呢 仍然不能 如果这个人水啊 它刚好旁边是一个物呢 对吧 把这个人水给克了 那你觉得命主还会聪明吗 八字它是一个整体 八个字缺一不可 如果我们割裂的看待某一个五行 或者某一个公位的信息 不就成了广中亏报 特州求见的一个糊涂蛋吗 八字它不难 但是也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我曾经断过的一个八字 新有年 秉升月 以守日 秉子时 我与命主呢 是数为谋面的 是命主的一位朋友拿着八字来问我的 我当时看到这个八字我就问了一句 命主的眼睛下面是不是有一颗字啊 对方很惊讶啊 说确实是有一颗 但不是字 而是一个物质 我是广东人嘛 分不清楚什么是字 什么是物质 不过现在知道了 物质就是大一点的字嘛 就是可能会长毛的那种 而为什么会断有一颗字呢 我们看啊 石柱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柄火 那石上是不是可以代表门户 就是里面的地方 柄火是什么啊 火是不是会发光的 那柄呢是不是圆形啊 太阳是圆形的嘛 所以在脸上会发光的东西 是什么呢 是眼睛对不对 紫水里面藏的是鬼水 我们知道五行的水它是黑色的 所以一般我们看人哪里有字 我们就会找鬼水在哪里 在柄的下面 所以当时呢 就说眼睛的下面了 对方接着说 这个物质不大 有师傅呢 建议他把这个物质点掉 就是去掉的意思 他也的确点掉了 但是后来又长回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可以继续看 地支它是不是有一个子丑核啊 这个物质呢 是不是被核掉了一部分呢 所以不会很大 那如果没有这个丑土 而是一个有金呢 那这个物质可能就很大了 甚至还长毛 为什么被点掉又自己长回来呢 我们看连月的生有金 是不是很旺啊 金生水 这么旺的金去生这个水啊 能点得掉吗 咱们看 简单的八个字 官司位置的不同啊 就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信息在里面 我们的老祖宗是很有智慧的 而今天讲的内容呢 只是这个古老智慧的其中一小部分 我们今天打开了一个小窗口 从中呢 也溃淡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另外一面 随着课程的不停深入 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惊喜 好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可以去多复习多思考 制作视频啊不容易 全部的文案拍摄剪辑配图 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就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吧 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是帮助自己 那下一期呢我会讲日元的万衰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